80. 信報財經新聞,開拓中國業務建政時代轉變 2015年7月22日投資平息B06投行回憶陸金宏偽1997年初的香港一片歌舞聲評 樓市和股市興旺,對回歸的恐懼感已大致消失,資本市場活躍 除了H股公司外,洪酬如上海實業、中信泰富、延為中信股份00267等上市 注資、再融資大展權卻、北京控股00392上市受到股民疫力追捧 申請表一數而空,聽說每張被炒到100港元 我的第一單主打項目就是幫助一家國企北京研發來港上市 中國客戶和歐洲客戶的明顯區別,在這個案子上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首先,香港上市對一家中國企業,特別是國企來說 絕不是單純的資本市場活動,而是透過上市的契機推動體制、經營和理念的改革 但這個過程是漫長的,上市僅是一個開始 其次,投行所帶來的價值,不但是在技術或法規層面,而是結合國情與境內 外監管部門和投資者的需求 執行過程中,我和客戶的團隊打成一片 上市董事長和總裁、下市工作組成員,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作為一個中國人,這是很難在歐洲和一個歐洲客戶做得到的 國企來港上市推動改革由於語言和興趣的緣故 回到香港後我積極參與了中國業務的開拓 當時我們在北京只有一個小小的辦事處和一名秘書 供香港非去的人有落腳之處 但這樣的關牌不能緊貼客戶和證監會等部位 我和一位也是SGW倫敦總部回流的中國同事洋海一起探討 他自高分擁場駐北京,我們一起去遊說老闆任命他為首任北京首席代表 對了解情況、收集訊息很有幫助 面對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加深上層關係和影響力 我們當時都只是三十歲出頭,從來沒在體制內工作 也沒有人密關係的積累 我們需要一位有聲望地位,能結合中外的領軍人物 但當時投降在內地僅是起步階段,很難找到合適的人選 黃天不負有心人,楊凱認識了何迪,由稅他加入稅銀成為首位中國投降部負責人 直到現在,何迪環是北京稅銀證券的董事長 我常開環笑說,下屬約成功聘請老闆,是肯成功的一步棋 經過多年努力,楊凱一度擔任摩根華音合資券商的總經理 隨中國發展一日千里 我們的中國團隊從當年幾個人發展到現在上百人 並成為稅銀投降部亞洲地區收入最高的國家團隊 過去二十年,很多其他投降及企業都有類似的經驗 使我自豪的,使我不但見證了者的轉變 還從一開始便參與其中,出謀或策 跨國公司新業務發展多半是遵循整體戰略 由上至下,但執行事不一定成功 因為可能揭發當地的合適員工 或無法與本土實際情況結合 有時候情況相反,前線人員看到商機 有了突破點在尋找支持,擴大戰果 又下而上,效果取決於前線員工的積極性和總部的支持 我們的中國經驗是一個成功案例 體會國情獨特槓槓堪憂在發展中國業務初期 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精力 和國家電力公司探討研究潛在重組和嘗試 九十年代初,英國電力行業經歷重大重組 發電、電網書電、和配電公司相繼民營花上市 英國以外,其他國家又有不同的模式 我們組織多次的會議、研討會、境外考察等 這禁國外成功經驗,分析中國獨特國情 目標是能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電網改革道路 可惜最終沒有往前推進 我從中學到的功課,就是中國在進行行業改革過程中 迫切希望得到國際經驗,是外資投行一個好的切入點 但無論投入多少,能否成是最終取決於能否找到結合中國實際需求的方案 並得到相關各方面的支持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7月2日泰國宣布泰豬自由浮動後大幅貶值 亞洲金融風暴幾個月外席捲印尼、南韓、菲律賓等國家 剛開始時在香港隔岸官夥,認為憑安府 的金融體系及鴻巧的外以X被劃能置身事外 但最終還是不能幸免,到了10月份股市大幅下滑,單日下跌10% 最後由金管局出手救市,這是我投降職業生涯因第一次經歷重大的金融風暴 我體會到愈是發展迅速,如當年的東南亞國家 如依賴債務、資產價格,無論是樓市或股市持續飆漲,形成泡沫 泡沫一波,其摧毀性不限於企業和經濟層面,還能使政府倒台,甚至社會秩序崩潰 中國近年整體槓桿不斷上升,是經濟改革的一個隱憂 近期A股的暴漲暴跌只是一個縮影,金融風暴後如何處理善後 考驗一個國家和民族,在眾多受創的國家因A我對南韓留下深刻印象 當地民眾團結一心,政府大都闊苦進行企業和金融改革 為幾年後的復甦下基礎,我從那時開始遠南韓團隊合作一些案子 十多年來,首爾的石頭凡一直是我的之愛 合併快達萬面對新挑戰金融風暴期間,幾乎所有進行中的項目都暫停下來 除了外憂,內患也接種而來,1997年12月,瑞士規模 排名第二的瑞士聯合銀行和排名第三的 宣布合併,全球以資產計排名第二,兩家銀行的業務模式和領域都很類似 衝碟性高,新公司命名為UBS,雖然孫青士等同合併,其實大部分都管來自SBC 整合過程採用快刀斬亂麻的策略,盡快任命各部門主管 然後一層層往下推,把雙方並再一起 當時的理念是寧可錯,不要拖,相比下,我見過很多其他的銀行合併 幾年後仍然分開經營,系統不對接,客戶無法整合,協同效應發揮不出來 但即使這是一個較為成功的合併個案,對業務仍然造成影響 新的搭配需要時間適應,人員流失在所難免 幾位比我有經驗的同事相繼離開,我旋職被任命為執行團隊的負責人 心如亦M.戰經,但想到聖經未有 羅鼓勵提摩泰的話,不可叫人少看你年輕 提摩泰前書四時十二分也就坦然面對回憶錄 之二,金宏藝號投資平息號投行回憶錄開拓中國業務見正時代轉變 發布時從幾乎你走在哪裏 發布時庭,在鍊位的十字眼中